好 我讓季大使講一下這個歐盟 歐盟要對中國大陸發動電動車的加徵關稅 那現在德國明確跳出來反對 大家知道德國本來就有意見 在這麼直白講 我覺得也蠻罕見 就蕭茲 他說歐盟的反應 不希望對資深造成傷害 希望跟中國進行談判 解決爭端 然後不只總理出來 財政部長也出來 跟中國的貿易戰 對中國汽車產業必大於力 以這個方式來冒險 是錯誤的 所以這是歐盟 我們看到德國開了很重的一槍 總理財長一口氣跳出來 好 我讓季大使講一下歐盟 歐盟要對中國大陸發動電動車的加徵關稅 那現在德國明確跳出來反對 大家知道德國本來就有意見 在這麼直白講 我覺得也蠻罕見 就蕭茲 他說歐盟的反應 不希望對資深造成傷害 希望跟中國進行談判 解決爭端 然後不只總理出來 財政部長也出來 跟中國的貿易戰 對中國汽車產業必大於力 以這個方式來冒險 是錯誤的 是錯誤的 所以這是歐盟 我們看到德國開了很重的一槍 總理財長一口氣跳出來 還有讓季大使一起講 就是美國港口的一個罷工 影響極大 那等於是說美國東岸幾乎是全部癱瘓了 那美國媒體用災難性 毀滅性的災難來進行報道 三十六 摩根大通就估計罷工可能造成損失 就是多少 每天五十億美元 這等於是美國每天這個國內生產毛額的 百分之六 大家很難想像 這是一個勞資上的一個這個合約談判破裂 勞資糾紛 全美幾乎一半是癱瘓 那現在馬上就要美國總統大選 當然昨天蔡委員在提醒大家 手上有航運國 要特別小心 你怎麼看待 這好像也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吧 美國的工會他要罷工 他不管你 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美國在過去這麼一段時間上 事實上很多人發了大財 問題都是怎麼樣 都是在炒作金融的 美國的股票市場一直往上走 然後這個金融遊戲的人 讓很多人賺了很多錢 可是呢 這個紮紮實實在基層這些勞工 他沒有得到 他的福利待遇都沒有改善 那他就出來 那也會像我們的觀念就是說 哇這些人怎麼這麼狠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 就這個勞工運動者 美國勞工運動者來講 他說我不罷工的話 誰會把我當一回事 對他非要把這個罷工 美國這些像這個航運工人 像這個這個碼頭工人 事實上他就把你整個癱瘓掉 對他真的無法想像 他的這個損失極其巨大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對對對 而且整個東岸 問題是這是賺錢的不是我 對啦 就對工人來講的話 賺錢的不是我 對啊 我看到你們這麼賺錢 我的待遇 晚了天都沒有調 我的工作環境也沒改善 對 那他當然要罷工啊 美國過去還有這個航空 這個就民航機的駕駛員 全部罷工 乘個飛機飛不起來 汽車工人罷工啊 對 他一定會罷到選總統 籌碼高嘛 對我覺得就是說工會 他是事實上 他是跟你談了那麼久 你都沒有反應的話 那我就罷工啊 這個在沒選前會有結果嗎 當然會影響到 影響到這個拜登 就拜登跟這個賀錦麗的 對他處理無方啊 最近美國這個南部幾個州 又這個Hurricane 就是很大的這個暴風雨 事實上死傷數百人啊 也是很大的一個 對於對於這個 拜登跟賀錦麗很不利 很不利的 所以就變成這個 選舉還下三十四天 還三十三天 你看又是罷工 又是大的颶風 這些對於所謂的incumbent 就是說在任者 尋求連任的是最不利 好像噩耗進出 還不止如此 你看到這個中國海警 到外面一樣 還有這一連串等等 那另外一頭這個歐盟呢 這二十年還好吧 我讓岳老師講好了 你嗓子不太舒服 這個德國怎樣 一下子要見這個普丁 那一下子呢 又這個出來 這個炸這個馮德蘭 馮德蘭當然了 這個美國代理人嘛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裡頭是這樣子 因為剛剛講到 我對於德國目前的做法 等於是搬了石頭 把自己兩個腳都砸爛了 因為德國本來經濟好的話 是能源便宜 東歐的人工便宜 再加上自己的科技技術 還不錯 三者的話 天子地利 人和各方面發展的話 就是以和為貴 對於德國經濟發展 是非常好的 我們平常會認為 講到歐盟 那個經濟的火車頭 就是德國 這個都沒有錯 但是一場歐盟衝突下來 搞了快三年以後的情況 完全改變了 因為首先第一點的話 這個德國本身表面上 陽奉陰違 表面上的話 講一大堆狠話 實際上的話 跟俄羅斯最後沒一段 買他的能源 另外的話 自己的產業都外出 當然有很多產業 就跑到這個 像比如說 這個有名的Vox Wagon 大眾 他就跑到新疆投資 那新疆剛好是美國 想去辦法 要抹黑的地方 那居然在那邊投資 所以說呢 這個其實講起來的情況 德國目前為止 他的商業界 跟他的政治界有分離 那另外 大家也不要忘了 馮德萊 他本身也是德國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德國目前為止 做的事情 確實是處境上非常困難 我自己會覺得 德國的這個商業團體當中 他們會給這個 消失一點壓力 他們給他壓力 至於什麼樣的壓力呢 就會覺得說呢 目前為止呢 其實我坦白講一句話 那個新能源車的話呢 是完全來自於 歐洲人所提倡的 那個環保的概念 環境保護的概念 然後大家就各自 領命以後 就開始發展自己的 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目的 就是說這個傳統能源車的話呢 對於環境污染比較嚴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現在新能源出來的話 那德國本身也投資到一半 所以大家都在做 這種努力的結果 那今天的話呢 你不要 所以我現在講說 在歐洲有幾個國家 他們是非常非常反對 加關稅的 挪威 挪威是以重視環保住民的 他當然對新能源車 對不對 匈牙利本身跟中國關係 好得不得了 就是在這種 總統的情況下的話呢 我現在就是說 不了解就是說 如果歐盟要增加 這個關稅的過程當中 不認同的國家 他有沒有否決權 如果必須要多數決 來壓制的話 歐盟應該是共識決嘛 應該如果是共識決的話呢 這個問題可能就比較麻煩 因為對歐洲來講的話呢 是等於是打自己耳光 那加的百歲 加關稅的話呢 因為美國本身的 新能源車不多啦 2%而已 加拿大也加 100%的關稅的話呢 那馬上要受到 我們剛剛提到了 就是要受到這個懲治啦 然後這個歐洲這邊的話呢 加多少 討論何久 到了我相信 短期內不會出來 到11月份才會出來了 確實是 我相信 現在有很多事情 都是看美國的大選 因為我個人會覺得說 美國有一點亂 內外都亂 在這種情況下 要想搞中國的話呢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美國好像 有一點力不從心呢 剛剛主持人也講掉 就是說美國自己 內內外外的 你想想看 一個大貿易國 36個港口的工人都罷工 要不要得了嘛 所以說美國現在 尤其是歐洲 像德國這種國家 在俄乌戰艦之後 深受其苦 再加上美國的 這個影響力 日漸的衰退 還有這個政局的動盪 你覺得這會給歐洲 什麼樣的觸發 我覺得歐洲觸發 是慢慢會 情勢會比較嚴重 因為實際上 大家分開 從東歐西歐 是不一樣的 東歐國家的話呢 他們對俄國 有天生的反感 大家如果要懂歷史的話 知道 西歐國家的話 感覺上不太大 另外的話呢 地緣關係來講的話呢 東歐國家的話呢 面對俄羅斯的威脅 比較大 西歐國家的話 感覺比較遙遠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美國大選當中的話呢 你去查 凡是他們有關於 國防預算 北約國家裡面 這個預算花的錢 不到20%的GDP的 大部分都是邪惡國家 他覺得很遠 那最高的就是波蘭 波蘭隨時準備打到 3.5%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就歐洲本身內部 他有因為地緣的關係 因為歷史的關係 他本身內部就不團結 不協調 那其實我覺得 東歐國家 對於要搞這個 中國這個事情 他是搞不太清楚 但他們真的是 想要搞俄羅斯 拿不出辦法 俄羅斯是能源大國 在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